他的訪問 並且發出比較深入的發生 就是了,明白嗎 剛才所說,可能台灣女生給我的感覺 是…不可以說開放一點 但我覺得是好玩一點的 比香港女生更好 比較友善 比較激情一點 對,比較激情一點,而且比較熱情一點 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想問 我不聽你 對於一夜情… 喂…說不出聲,不好意思… 說真的,或者是你身邊的朋友 一夜情,你一定是在台灣女生是否普遍 不普遍…反而是我錯過了 我記得我跟朋友說過 其實很有趣的 台灣女生可能一般人也覺得 回到台灣又覺得,哇,個個都覺得好Sexy 嗯… 那香港女生會不會說,穿衣服是普遍的 嗯…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環境 大環境的感覺跟人文文化 因為…可能身邊所有的朋友跟所有的家人 其實都覺得這樣子穿著是沒有錯的 嗯… 所以變成說,大家的接受度都非常高的時候 那這樣穿著不覺得怎麼樣啊 然後…但是可能就香港文化是屬於比較保守的 嗯… 所以當香港人或者是在國…在國內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 可能這個環境是屬於比較保守的 去到台灣的時候就會覺得,哇 一看到…首先看到穿著就覺得 哇…很熱情、性感、開放 但是其實呢…真正… 呃…在…呃…比較深入的話題的開放程度 我覺得台灣女孩子其實算是比較保守的 嗯… 因為在觀念上面,其實我們都還是比較屬於傳統的那種 嗯… 那我可以測試一下,他剛才說的,是對不對的 那我們也都… 很… 準備了一個心理測驗 測移過來的 好 嗯… 那假設,你很餓了 好 那你不要… 你需不需要付錢 嗯… 但是你覺得就是… 不是,我可以吃一餐,吃一餐很豐富的 嗯… 那你會覺得你會選擇哪些類型的食物 去達到你的目的呢 好 那我… 沒有啦,吃到飽為止 嗯…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答案,第二… 第二… 沒有…怎麼…任何東西就吃到飽 對,沒甚麼所謂的,吃飽就可以了 嗯… 另一個就是… 吃一點點吧,怕肥的 或者喝杯茶吧 嗯… 第三個,不是呀… 可能夜晚晚都要吃個牛扒 就是這樣吃西餐,鋸扒 嗯… 第四個,就是… 就… 我比較有要求的 我不是吃西餐,不是吃中餐 吃日本的食物 吃一些… 就是其他國家的食物 嗯… 那四個答案,你會選哪一個呢 嗯… 你說我很餓,但是不需要你的價錢 是的 我會選第四個 第四個,吃其他… 嗯… 其他國家 可能是法國料理、西班牙料理 或者… 對,日本食物、韓國食物 因為我覺得… 既然有人請 解釋的是我吧 選一個好吃的 和自己很想吃的 或者很久沒吃過特別一點的食物 嗯… OK 不知道答案是甚麼 好 選擇這個異國食物的… 是… 異國料理的人呢 嗯… 對於一夜情 你在其他人的面前是不敢承認的 但私底下 反而是最有可能去試一夜情的人 因為你其實是對… 喜不喜歡一個人 你跟著感覺去逃走的 嗯… 有時你… 那個… 感覺太強烈來的時候 你擋也擋不住 OK 所以就要… 你衝動到… 不行了 要跟這個人… 要親密一下 就是這樣 OK 那… 當然… 理想當然一夜情 就是一個最好的渠道 OK 那… 有時… 有時… 即是… 有時就會覺得 咦? 這個人合感覺 感覺不錯 那你就會覺得 希望可以… 就是… 和你一個人抱一下 溫馨一下 就是… 這樣… 那… 你也會覺得其實… 性這方面可能是… 比較正常的 在感情上是比較正常的關係 那… 你也沒有理會什麼道不道德 什麼… 那些… OK 也沒有理會到任何… 我真的是這樣 你也不需要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 總之… 你覺得一夜情 就可以解決到一些問題 我想知道吃到飽的那個是甚麼 吃到飽嗎 對呀 因為我覺得聽來好像吃到飽 那些都不揀摘那些 應該才是最誇張的 那你不可以遷就住答案 你… 你的確喜歡吃那個 我就覺得 如果吃到飽那個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對於感情這件事 你也很有計劃的進行 為甚麼吃到飽是這樣的 由… 這個… 心理測驗有少許問題 好… Next 不是… 你聽完我講的 就是由認識到約會到拍拖 到… 就是有親密的關係 是一步一步的 如果要你去嘗試一夜情 就比較難一點 你會比較不知所措 反而… 即是你去網上 或者去酒吧 或者去一夜站那些 這些不用預理的 好嗎 除非你喝醉了 或者… 你自己是誰 我 其實我也是選擇異國料理的 是呀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吃日本的 所以我以前很喜歡吃日本的 吃宵夜的 我覺得呢 聽完這個… 這麼精彩的一個心理測驗分析之後 以後我都去吃到飽 我再也不吃異國料理了 不是的 其實兩個是相差很少 真實來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內容裡面 他有講到說 你是平… 就是說選第一的朋友 是你這個感覺 先為出發點的 然後他有說到就是說 當你遇到那個人的時候 也許你覺得 哇 對他非常的有感覺 你會很希望 跟這個人能夠走近一點 更深入的會了解他 或者是跟他 能夠繼續有進一步的發展 那我覺得這一段講得非常好 因為當你遇到那個人的時候 那我們要遇到那個人 遇到那個令你感動 有感覺打動你的那個人 首先可能不知道容不容易 再來就是那個人也要對你有感覺 才可以插出這種火花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那我想問一下你之前的拍拖 現在沒有拍拖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拍拖 即是以前的男朋友 有沒有一些成功的個案 即是他怎樣可以追到你 其實 怎樣可以追到我 對 即是怎樣可以令你屬於容易被感動 對 是容易被感動 即是你看電影都會哭的 我所感動的可能不是 那樣子看電影 就很容易哭 或者是看到路邊的小狗 就很容易有感傷感觸的人 而是我很會去 感受人家對我做的 就是說一點點小事情 我可能會覺得 其實現代的人 其實都蠻 因為工作比較忙碌 還有 可能都比較需要自私一點點 所以當他願意為你付出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要 就是說 當別人為你付出一點點的時候 就像你之前講說 其實不是必要的 別人對你付出這些疼你愛你 都不是他必須做的 那當他為你這麼做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小動作 比如說幫你打開這個布 你可能也會覺得 他有這個細心的動作 就已經很感動 所以你說以前的男朋友 怎麼樣追到我的 我想應該都是這些 細微的小的關心 小的動作 小的呵護 累積而成 貪不貪英俊 不貪英俊 你做這行不貪英俊 我從來沒有跟這個圈子的人交往過 對 你可以是圈外 但都很英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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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看到很久 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 覺得 我想你也都看過很多的童話故事書 有白雪公主 灰姑娘 有睡美人 他們的男朋友是誰 白馬王子 所以白馬王子有這麼多女朋友 她很花心 但可能你必須同一個來 所以千萬不要選那種 白馬王子太帥氣的 其實白馬那種不可靠 從小童話故事就教我們 安全感比較低一點 對 可能你是很怕 可能有一個很英俊的男朋友 但可以身邊很多女生圍著 你也可能有很多男人圍著 相對 是 所以呢 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 自己覺得 像 也許像您說的 我可能身邊 會有比較多的遮求者 那自己就會認為說 我自己的定力 我自己能夠相信我自己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定力在哪裡 那我不知道 那個這麼帥氣的她 她的定力如何 那如果每天都要去 擔心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其實在 愛情的路上 其實會蠻辛苦的 嗯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跟太帥氣的男生交往過 那我覺得也不能夠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對 那 就是我認識的帥氣的 可以贏得她的心 然後讓她能夠非常地轉移 那我也覺得很好 只是我自己可能就比較沒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我之前在朋友的過案裏面 我聽到有一個 其實我最近收了很多個案件 我不知道為何有這麼多女生喜歡跟我說的那些感情問題 你應該開一個信箱 在你的網站上面 然後就是 怎麼回答 做某個感情顧問 不知道 我只會選一個好女生 嗯 但我不知道 我身邊很多都挺好的女生 都喜歡了一些不是挺好的男生 而對她們不是太好的 但是 她又放不下 對 我真的不明白 就是為何她們又放不下 就是說我已經分手了 但是之後又哭又整 我不明白女生的結構是怎樣 結構 其實我是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說 當你對一個人付出之後 你會覺得 我已經付出了 我如果現在放棄不划算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沒有啊 我在感情的路上 絕對沒有用計算機去計算 我自己付出多少 但是多多少少在你的心裡面 你一定有去計算過 我對她付出這麼多 她怎麼一點都沒有感謝我 我就這樣子放手嗎 那我以前付出的那些 不就都付諸流水了嗎 這樣很不划算啊 也許我再多努力個五分 也許她會感動 那我這十五分都能拿回來 很多人有這樣的想法 是 但其實也許她不知道 是她多付出這五分 再多付出五分 可能也許她 不只是失去她所付出的 還有時間 因為 心機 對 所以有很多人不放棄 不甘心 我們試試這樣說 最忌諱的就是不甘心 是 因為是 不對 性格不合 或者是她做了一些 對你很壞的事 是 是你多不想都沒有結果 但有很多女生就說 我對她這麼好 為甚麼她對我不好 因為 她不喜歡你 真的嗎 但每個都會 你有沒有這樣跟她說 當然有 我很直接的 我很直接的 你不要說我醜 但我很直接的 因為我想她就斷了 說了事實給她聽 然後告訴她 她其實都很壞 她就扭住了 又不死得了 就變了她更辛苦 好殘忍 但是 是沒錯 這樣是沒錯 但是我覺得很多在愛情路上的女孩子 或者是 陷入這種愛情困境的男生或女生當中 她是聽不進去任何人跟她說什麼 我覺得 因為我以前主持的節目當中 也有很多是談論男女話 她我覺得 我會站在一個 聽 傾聽者的角度 傾聽 然後我不去幫她做決定 然後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她們正在那種愛情裡面 如果你跟她講說 她根本就不愛你 你趕快跟她分手 然後之後呢 她們真的分手了 然後又莫名其妙 因為她不捨得又和好 你就變成壞人 她會告訴她男朋友說 人家那個誰誰誰 都說你誤好 你根本不愛我 她叫我跟你分手 所以我覺得 就是 有時候朋友是為你好 然後很多人都聽不進去的時候 不如就站在一個傾聽者的角色 去保護自己也保護她 嗯 其實聊了這麼久 我都覺得 Yella 無論在工作方面 或者感情方面 其實都 有自己一套 都叫自偽的 女生 謝謝 那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好 你對於自己的工作期望 嗯 會是怎樣呢 這一年 或者未來的幾年 嗯 交到我面前的每一份工作 我都能夠做到最好 而這一每一份工作 讓所有的觀眾朋友看到的時候 她都會覺得 哇 她真的有用心 她真的是有用功 然後她做出來的東西 是真的有娛樂到我們 或者是讓我們去收到一些新的知識 我覺得這就讓我很滿足 我們希望不夠將來 可以快點見到Yella的作品 好 或者可能出書也未定 謝謝 電影也未定 要看經理人的安排 好嗎 好 今次多謝Yella 謝謝 接受Match的訪問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先喝杯 好 乾杯 乾杯 食物 三個時 二字幕 三個比 三個時 四個時 三個時